各位同仁主席总处时主席长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是不是请一下主席长 主席长 王委员好 主席长你好 这个今年5月3号主席处宣布这个未来消费者物价指数 经济成长率这些数据 你们改变说要将来改改在这个早上宣布 因为你们以前都是下午宣布 那么在财政委员会经过这个委员的要求之后 你们就改成早上宣布了是吧 我们是这样子5月7号开始 就说我们主管的部分统计资料是改在早上8点半 只有就是一年有四次的那个国民所的统计评审会后的那个部分呢 就国民所的统计评审会后才记者会的有四次那仍然是在会后 在那个四次会公布哪些数据 经济成长 经济成长率 对对对 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物价 CPI的预计 CPI 对 物价 对 还有经济成长 还有什么 对 就只有这两个数字 主要是这个 好 内容很多 之前你们你们选择在下午宣布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就是 怕避免影响股市 对对对 那现在不怕影响股市 就是也怕 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八点半 就是像有几个国外 像美国日本韩国 他们也是在开盘之前 那有的国家是之后 那我们之前是之后 千金南美早知道啊 你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讲 应该不是千金南美 应该是官至两个口 你们选择在这个 这个盘后再宣布 也有你们的理由 你们选择在盘前宣布 也有你们的理由 那到底是 我们要听谁的 因为那个各国都有 你不如就说吧 因为这个立法院的要求 但我们也尊重立法院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你如果八点半 八点半宣布九点开盘 不会影响吗 因为现在几个国家 像我刚报告的 美国日本韩国 他们也是在开盘前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早点 从善如流 立法院要求那么久 你那时候理由都很多了 没有 就是上次 因为立法院 有这样子的 这个 那开会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就是要做这样的调整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 这个宣布的内容 跟宣布的时机 都充满了政治性 少了专业度 怎么说 为什么会这么讲 你刚刚是看看 经济成长率 从去年 你们的预期 四点多 四点八还是四点多 四点多 是 当然我们是 现在四点八七是吧 我们确实是经过 几次的修正 那国内外预测机构 也都会根据 国内外的整个的情势 做调整的 官方公布的数据 跟这个机构公布的数据 坦白讲不一样 机构公布数据 对他自己内部的投资人 跟他自己投资者 甚至有些机构 他刻意公布哪些数据 是故意要再放空 或做多 的一个动作 但是 这个官方公布的数据 应该秉除这些商业的考量 那唯一考量是什么 政治考量 你们太多政治考量了算计 包括公布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 问你 中油涨油价 一涨 然后就他估计 估计错误 估错 错估国际石油走势 造成这个物价动荡 造成全民都 都都都很 很很受伤 然后呢 中油要要被谴责 要道歉 你们呢 你们没差啦 你们在选钱的时候 就跟我们 哇经济成长多好多好 选后投完票了 你说 还有 那我们要修正 往下修 一再的往下修 现在是保二 保三 都已经成问题了 现在下一个数据是在保二了 你知道吗 从你四点八到二点多 这个部分啊 坦白讲 你们做错了 宣布错了 依据你们 你们的依据的数据错了 公布的数据错了 没有人负起责任 我们宣布 不需要负起责任 我们宣布的没有错 我们是当时啊 参考当时的 国内外的经济情势等等 做一个 那怎么会那么失准呢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 也不是第一次 过去在2008年的时候 也问过了 在之前也问过了 那我们为什么 就是说 人家说啊 赏罚分明 人家说啊 这个公元要考 就是你们只要说 哎 我就 你们如果数据公布错了 你们依据的这个 这个指标错了 你们修正那个指标啊 指标才能够 我们没有公布错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是参考当时啊 最新的国内外经济情势 做一个预测 那事实上 那个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经济 确实真的是会受到 这个国外的 失准失真 那为什么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别的机构 有的机构 就 就不会失准失真 到那么大的幅度 嗯 我想 国内外 也许有人 也许有人往下修 我们都看过了 那有人往下修 有的机构往下修 是比较微调的 调整比较少的 偏偏你们调整 就会 就会很 很震荡 震荡的幅度 就会很大 那国际 甚至过去也曾经从 正四点多 变负二点多的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 当当就说 这几年变化比较大的 就包括像90年 那个异常的情况 98年金融海啸 像这个 差距是比较大 那其他的各年 差距就比较小 那因为这个 受国际 因为你 我是说 你们是经常在做 是 你们经常在做 然后还会 还会 还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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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的 失准的幅度 还会这么大 那 很难 不认为 而且通常 通常在选举 过去选举年 是几乎年年 有选举 那也就说 你就很难讲 我说 这个 这个失准 是没办法 但最近的 选举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年 年次 已经慢慢调整 就几乎是 两年才一次了 不会年年 年选举 很多选举 也都已经取消了 所以说 我们觉得 其实 某种程度来讲 希望你们 把这种考量的程度 降到最低 如果你要告诉我说 你们没有政治考量 好 没有政治考量 也希望把你们的 专业度拿 拿出来 让国人可以幸福 是 我们客观公正 发布有关的 统计资料 与政治无关 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 好 第一个是 受政治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说 你们这是 关着门 在冷气房 自己玩了 倒不会 那不会 不会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据实反应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 根据你们自己的想法 你们认为的事实 你们认为的数据 来据实反应 是 另外一个问题 是 请问你 102年 各部位在承报 100 明年都度了盖算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要求 你要各自行 尊解开销 要尊解10%到15% 有没有 我们是这样子 就说 人事费的部分 我们是 减1% 那其他一般经常性的业务等经费 是减10% 人事费1% 对 业务费10% 其他的业务经费 那如果像国防部 这个要达成总统的 这个募兵制的 这个人事费 一定势必大幅增加 那怎么办 你找了一大堆例外 那就 第一个 是有没有办法 尊解 第二个 真的 没有办法 尊解 因为很多例外情况出现 那你这个 整体的这个开销要减少 就破功了嘛 是 当我们那个盖算的筹编 有一段时间 那当时我们给了盖算额度之后 各机关报了盖算 还要经过详细的审查 还要看各机关 业务实际需要的情况 来核裂的 所以包括国防预算也是一样 包括 募兵 核实 增列 那当该增的就增 那该减的就减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整体的这个预算目标能达成吗 是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 一定要 而且事实上你也知道 其实不用我们提醒你也知道 这个政府的举债 已经 已经逼近上限了 除非你又要再修法 又要再提高举债上限 那坦白讲 那以证止渴 是 我们会控制 让这整个这个差短能够 能够逐渐的缩小 如果说能够控制得住 一把零二年的预算 能够编得出来 而且事实上是 符合 马总统所说的 一而再 再而三宣示 说什么 要提振 经济发展 可是事实上 这巧妇难为文明之吹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是蛮有点 其实也不用听你们担心 因为你们总是 到时候预算数 还是会送过来 只是问题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蛮担心 是不是政府 能够会 大幅缩减的部分 是在哪些 譬如说 你缩减的部分 是在经建的预算 还是在社福的预算 尤其将来要 又要实施十二年国教 还是在教育预算 你觉得比较多的是哪些 当然就是依法 该编的 我们当然是要努力去编 那刚刚讲的 就是说 我们预算编 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经济成长 跟财政稳健 一定要兼顾 所以在现在的 明年的经济成长降低 财政稳健度 变少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共同努力 各部会共同努力 可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了 对 所以就像公共建设 又为了经济成长等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原则上 是希望 不要负成长 能够维持适度的 公共建设的预算 那哪些是负成长最多 负成长最多是哪些 就是比较经常性的业务经费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尊杰 跟节能减碳有关的 比较经常性的经费 做一个尊杰 经常性的经费 对 那有必要的建设 那当然该花的 经常性的经费 当然算是什么 经常性的 你人事只减一% 经常性的业务经费 大家能够做一个尊杰 经常性的业务经费 是 比如说用水用件拆铝 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这些的 对对 那这样估计能减少多少 是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盖算各机关 目前刚刚在报嘛 那我们还会 那你可不可以给国人一个 一个 一个努力的目标 就是说 譬如说你们的负债 102年的负债 会比跟101年比起来 会再增加多少 或是以增加多少为原则 不得再增加多少 我们大家共同 各部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就是希望把这个 税入税出的插短能够控制 能够缩小 缩小到怎么样 是 这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 因为我们还要 看看整体 努力的目标 目标打不打成一回事 目标就是要降低 要持续降低 降低 持续降低 这个差短 差短 降低差短 对 101年是差短多少 事实上整个差短 大概在 101年是多少 101 101的总预算 差短是多少 特别预算的差短是 2308亿 那102年呢 102现在还在筹编之中 希望说能够 你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这个小 对 目标是比2308亿少 是